民进党台中施议员张雅明又作把夹娃娃机带入一场凸显街头无人商店问题 记者陈秋云摄影分享 无人商店将是服务业大革命 目前林立街头并衍生万象 但管理牵涉是否很多单位 谁来统筹管理是否经发局长旅要致说 初步要辅导或要求业者设远端监控设备 降低顾客在无人商店内的消费纠纷 无人商店的管理目前多头马车 经发局商业科表示 经济部将登记与管理分开 经发局管登记管理则归各法令主管机关 如违藩土地使用分区或建物安全逃生动线等归都发指主管 噪音归环保局占用七楼归警察局 无人商店内若摆放违法色情等商品 如情趣用品等归教育局管台内放电子烟 电烟气则归卫生局 消防设备归消防局消费咨询的揭露如商品标示 请与中奖几率退换货等 由法治局消保官负责 经发局长旅要致说 在市府研一出统筹管理单位前会辅导业者装设监控设备减少纠纷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